所以整個北高雄 它當年是被推置了這麼重的一個工業在這邊 那不要說北高雄 現在講的是國青在明年即將關場 那很大的產能移到了南邊的三清 北高雄跟南高雄同樣做語言很重要 其實高雄人在這幾十年的痛 一個就是剛剛講的是跟剛剛的新聞有講的 一個是健康風險的問題 那一個很大的問題是在於稅收的問題 資源的問題 如果當年時大建設 把這麼多的基礎產業放在高雄 那高雄是不是有足夠的資源來處理 這樣子的事情 來處理這些產業 隨著我們時間的進展 隨著台灣社會的發展 隨著都市的擴張 而去應應的 不管是廣線的改道 或者是其他相對應的風險預警措施 所以第一個我們在這裡呼籲 我們必須嚴正的來面對石化產業政策 還有整個台灣的產業政策 剛剛詹老師有提到了 它石化產業在整個 資源的用量還有它的對台灣的所謂貢獻上呢 就是我們所希望要承擔的 那再來一個是說 有一些人會講說 哎呀現在關廠了 然後幾十萬人就沒有工作 這個事情不會瞬間發生 但是在整個過程中間 是我們大家一起要來看 這個事情怎麼走 所以第二個我們呼籲的是資源的正當正義的分類 我可不可以演的這些場區目前就在高雄 那高雄要怎麼面對 那一定是一個全國性的議題 只是它剛好出現在高雄 它因為過去的歷史原因 地點是在高雄 可是它是一個台灣就這麼小 台灣人民必須一起去討論 而且去支持的 一個我們產業政策的改變 那第三個呢 我們要呼籲說在事情發生之後 大家都這麼沉痛的狀況下 在未來我們在整個教育上 整個公眾的參與上 必須要做更努力承動的改變 那我有提供一個資料 可能上面有一些翻譯 可能就是在單位的名稱上是很正確 但是我想它的意思是一樣的 就是美國它發生了洩漏事件之後呢 它對於它每一個相關方 有很大的檢証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是 在這些公司還有這些管線附近的人 它是不是被給予了正確的知識跟條件 然後去理解說 我住在這裡有可能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我必須對這些物品的味道 或者是說整個環境的理解呢 我必須要採取自我保護的措施 以避免傷亡 那這些是必須長期來做的 包括就是相反人員的訓練 還有就是119的人員 就是疾難人員他們在街上變化的時候 的一些預警判斷 這些都是我們要做的 所以我們在這裡嚴正的呼籲說 必須要做這些工廠 當他們有毒物在處理 或是有危害公眾安全的物品 在處理的時候 必須要做資訊公開 有這樣的資訊公開 我們再繼續去規劃說 一個適當的公眾教育 讓大家在這個過程中間 管線不會一天就不見了 那我們慢慢的調整的過程中間 我們還是生活在他們附近 北高雄的石化工藝石化廠附近 有幾十萬人民 我們每天上學就看著那個 五星的工廠就在旁邊 說實話其實很難過啦 他們五星一直不斷有大大小小的爆炸 但是我想從來沒有人想像 大家雖然都心裡會怕 但從來沒有人想像 像這樣子一個規模的事件 確實發生 那後進的人心裡是很難過的 因為他們抗震了二十幾年 那除了健康風險的問題之外 其實也是因為這種恐懼 那這種恐懼不只是說 我家旁邊有石化廠 這種恐懼是說我家旁邊有石化廠 他在做什麼我完全不知道 他在做什麼我完全沒有任何能力 可以參與或對他做了解 他如果發生了什麼問題 我一直要等到爆炸的那一刻才知道 這不是很悲哀嗎 那高雄是現在台灣的第二大城市 那在台灣的整個工業發展 這樣確實有非常 過去現在跟未來都非常重要的地位 那我們非常希望在這個時間之後 台灣的公民科學教育 可以為我們所居住的環境 為我們所居住的人民 來提供一個正確的方向 好 謝謝